那我问问您几个问题 您是不是要这么聊 不是我问的 你千万不能生气 你知道像我这种性格的人 我身边是有很多很刻薄的人 他们对您是颇有微词 然后听说我居然能上131 想让我帮他们问几个问题 你说 问 说您真的像外界说的那样 会找一些书评期刊 引用自己根本没看过的冷门图书吗 会啊 真的 我看了那么多书 然后而且我觉得读一个书 太实在了 我欣赏就是实在的 不跟这实在没关系 就是说一篇书品 不一定低于一本书 我觉得这问题不难受是吧 这怎么难受 那我就继续了 还有好多这样的问题 这个太简锐了 说您 说您到底能不能好好说话 说您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姿态和文字出现在大众面前 我觉得如果你跟我交流了 我们交流 我们坐着聊天 我觉得你说话很正常 那就是了呀 回答问题回答挺好 都给你化解了 挺厉害的 我还以为这些问题能打疼你呢 为什么你总要给人一种忧伤的错觉 好狠 我害羞 我不喜欢在人群之中 所以我会紧张 我也不喜欢被别人看着 但我又想尝试 我又想理解你是怎么回事 就比如说比如你做这些事情 就是里面很多戏谑嘲讽或者 就是你在做这个过程中 怕怕这种语言系统欺骗了自己 语言学不就这样 被自己的这些话构成的嘛 但是在自己原性里活太舒服 这是有问题的 那我为什么要活得不舒服呢 但你也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啊 我不知道找你们就换语言体系 对 您使用的那个语言体系是很不口语 第一 第二和大众割裂很严重 第三受很多批评 你如果不是自我欺骗 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写着写着 好 那你觉得他们为什么对吐槽那么感兴趣呢 因为好笑 跟普遍的无力感有关系吗 还行 其实这个玩意体剧这个事 我的感觉是如果你做的够好笑够优秀 所有人都会喜欢的 你不用把它放在时代框架里看 清诚人也爱看好笑的东西 宋代人也一样 就没反对 没什么反对 您问我嘛 为什么现在的人喜欢吐槽大会 吐槽什么 我回唐朝做一个作绣演员 我把李白摁那儿 我给他一顿吐 你不是那什么吗 得意虚惊欢 你怎么那么要当官呢 对吧 我觉得大家听了也能笑 其实是说新鱼里好多这种东西 或者说你认为现在这个点 他们笑的点 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我研究这个幽默 笑这个东西 也读了一些书 有一个现在最公认的解释 叫恐惧解除 你就是发现这事没事了 哈哈你就笑吧 比如说过山车 下来以后 哈哈太黄了 这就恐惧解除 一样 吐槽就一样 那很可怕的 我怎么能当面说许志远 伪知是分子 但长得确实帅 大概就举个意思 没实想就举个意思 前半句是很吓人的 你怎么能当人面这么说话呢 后面它变成一个绕回来了 然后就笑了 我是这么理解 这个说的好恐惧解除 也有别的解释也很有意思 还有一个解释叫 心知 就是笑是对人自己的一种奖励 通过意外的手段也好 它通过前后的那种铺陈和反转也好 初级你的理解是一个意外让人笑吧 其实深层的生物上的动因 是因为你获得了一个心知 在这个笑话里 现在这两个解释 我觉得都有道理 但比如你既写诗业笑话 诗业使人获得心知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 突然桌子是在这 突然一张静默的桌子 这个桌子就变得不一样了 就是对你来说 这两者的你都写吗 它们之间有关系吗 或者说他们有 有吧 写笑话的人 能写笑话能成为好的喜剧工作者 人都必须要敏感的 当然 诗人一样嘛 好诗人肯定要敏感 这个就是共性的 对我来说是共性的 但是写的话 你担心这种说 这种口语 伤害你的写作本身的语言吗 还真没伤害你 如果你生活在哪个时代 我刚刚不说 所有时代都有一个德性 写作对我来说 就是我的那个时代 我想生活在我的写作里 就那个是最好的 写诗什么时候开始 其实最早写的都删掉了 删得干干净净 太尴尬了 受很影响的那时候 哎 这事儿我觉得跟你一样 我其实特别好奇 就是有年轻人居然是不写诗的 这是我最受不了 我这不是很正常的本能反应 我觉得 你甭管写的好写的坏 年轻时候不想写良品吗 25字之前都应该是个事 但我就这个感觉 所以有人问我说 你为什么写5字 你不是很正常吗 写的不好是不好 但是你怎么会不写呢 那你周围同学写吗 都不写 我周围大学有个同学 是那种国学范儿的 写古诗什么 也挺别致的 国学青年 很爱读什么透黑学 什么外源内方什么的 我天天骂他 跟他吵架 上课跟他吵架 他打他又一次上课 因为你很少说是管中哪个学校 我没看到 因为说出来你不知道 你什么说过 后顿知道 华南农业大学 听说过 听说过 这是地底志愿吗 就这一个 我有一个特别遗憾的事 你说 就是我没读过名校 这是我特别遗憾的事 我初中学习那时候就是全选第一 考了几年就觉得太没进了 太容易了 就又开始玩 又叛逆 那会儿就文艺青年了 挺摇滚 觉得自己本有文化 天天捧本书 那样 我就应该高中三年 不是要看什么 看什么米兰昆德拉 我好好把语文数学看好 我好好考个北大多好 不知道土啥 我气死了 就特别后悔这件事 就觉得不接受这个教育 或者反抗这个教育 就很牛逼的一件事情 我小时候就中毒 我气死了 我现在特别后悔 所以你知道我看以塞伯林的传记的时候 受什么刺激吗 以塞伯林和他的小朋友 两个小朋友9岁 他们穿过个公园 谈了一路 莫扎特是怎么回事 他们 我当然我大学看到这本书 以塞伯林的 你看 薛老师你看 这是我跟您说的 就是一切时代都一个德行 都得死 都一个德行 就是你已经是北大的了 但你还是觉得 对吧 你还是觉得 哎 我怎么没那样呢 我相信以塞伯林的小朋友 他希望他生活在俄国吗 他肯定觉得我爸为什么不是莫扎特呢 这个东西是用我们佛学的话来说 就是 无尽 这个欲求是无尽 就我的关键是跟你正好恰相反 正是因为这个东西 生活才变得有意思起来 你要活是要有欲望的 才是生活变得五彩般多 当然不太一样 就是什么 我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一个 我觉得 啥都没劲 我后来包括逼迫自己 因为我确实喝三块钱一瓶的啤酒 也很开心 是啊 肯定很开心 但我觉得我这样下去 是不是就完了 是不是 我就肯定 真的好 对 我就回内蒙了 我就回内蒙自己找个屋 我就喝一辈子啤酒 什么都没有 也行 因为最可怕的就是野行 我跟你说最可怕就是野行 因为在我心里这种选择真的行 所以我就要一定要变成现在这样 打一个小森林蛋 我才能健康的活着 为什么选社会学系呢 你是选社会学吧 我其实想读哲学 但是我也想活着 对吧 我也想好好挣钱 然后但是自傲 我觉得文学这个东西不是能学的 然后就看到了社会学 我说这挺别致的 根本没看过社会学的书 这话 不知道社会学家有谁 我觉得这是个全新的学科 然后又能满足我离家远一点的愿望 就小了 就这边了 社会学里学到什么东西 社会学 可能你只能解释这个世界 就学术这件事让我有了一个思维 就是你到最后你可能只能解释这个世界 就是这样 你什么都做不了 对你来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是吗 从来没想过改变世界 我觉得挺好 我其实挺喜欢学术的 我动过念头 但是改变世界这些事情 就不扯扯了 你不是去南方中文周刊吗 有段时间 他说脏话 我跟你讲一件事 你也别生气 不是冲你 喝一口 别生气 你也听出来了 我就是也是挺文艺青年 挺有过那种新高气傲 正大的时候 包括说改变世界什么的 我去媒体 其实也有这种想法 正大的 就发生了那么一件事 我在电梯里 听到另外的别的地方 总是在那聊天 那会是马上过年 我好像刚买完火车票 我去买火车票是这种排大队 在你要去抢票的 我当时得没钱 得坐火车回内蒙 然后又回实习什么 我就听着两个人说 说马上过年了回家买了票 没事 我们跑春运口的有票 咱们好生我跟你给我干账 就有那么一个瞬间 我突然就觉得太扯了这个事情 我就一下就觉得太没意思了 因为南方倒也一直 别的南方倒也给自己的道德表率太强了 然后我就喊 然后我就很快就离开了 我觉得太没劲了 我说我还不如好好挣钱呢 这么容易被打击 是不是说明另一个问题 那所有的行业的人都是这样的 都有这样的人 但是我那瞬间我就认清了 因为我当时也能想明白 我如果在那我会不要吗 我不可能不要 我怎么会去排队呢 那就这样吧 这试课运行的国际就是这样 我就发现了没有我想的那种 道德很捷径的那种东西 慢慢的我也特别瞧不起知识分子 也特别瞧不起这种有操守有坚持的老师 就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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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跟你们这些人混我不我不想再 我也不想再做知识分子 太早找到边界对你来说是一个问题 还好还好还在找 我希望能把自我的边界再扩大一下 世界就是这么运行的 我就一下认清这件事那我要赶紧来 那我就运行起来呗 我就别嘚瑟了 我就加入大家一起运行的 我就接受的很快 我觉得世界就没有错 我没有说他错 只是当时那样的 比如说我真的蛮好奇的 这种不同代文艺青年的变化 比如说我比你大十几岁 可能一直到我 我九年代上中期上大学 一直到我们那时候如果是文艺青年 你是很享受苦涩的 就是你的你的巨大的希望 和你实际上的这种能力 或者说现实之间的差距 带来很大的苦涩 你是觉得苦涩是你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对你们来说 你也是有一段这样的过程 有过 刚刚讲的大学我也是那样的 但我现在真的觉得不应该这样 我就喜欢现在的小孩什么的 他们到底什么样的 现在小孩什么样的 比如池子 我的好朋友 95年的 他没有这些 没包袱吧 没包袱一定是好的 但是他不一定是不好的 我是怎么想的 就这种苦涩或者说这种挣扎 这种矛盾 这些心理 对你的创作产出为人全部 我甚至可以说是可能是没有价值的 你觉得没价值 因为池子他也没有需要 他一样可以创作 他一样讲段子 一样讲完就玩去 他不挣扎 不是说没有不思考 他都有 愤怒也有 不满 对一些事情看不惯 什么都有 但我觉得他没有把事情放得很重 他不是那种享受忧伤的人 我觉得可能是这么说 什么东西让他痛苦 什么东西让他痛苦 很多 很具体 他其实比我叛逆多了 他还小了 他还年轻了 他比我叛逆的太多了 很多广告他都不愿意拍 你会说服他吗 会 他能够被说服吗 能 我就把钱给他看 我说就这么多钱拍不拍 拍拍拍 我就是他的社会现实 我对他来说真的就是一个社会 因为我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人 我跟他讲的道理就是这样 我说你觉得我享受这些 我小时候比你叛逆多了 但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蠢 虽然每个老年人这样说话都很傻 但是我总觉得 我觉得我还是得跟你说一说 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代人的价值观都不同 就不是对我们这代可能 现在普遍来讲这个价值观价值系统是个体去反抗的 这是非常 您这一代 对的很普 就是个体可能会去摇滚 对就是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好像我 就我为什么好奇跟你想跟你聊 就好像这东西好像就突然到更年轻一代就消失了 有点 就是我就很好奇这个东西怎么发生的 因为他在我身上逐渐逐渐消失 对而且非常快 因为你现在才26 278岁 他在我身上逐渐消失 对非常快的小时 为什么 我变成社会了 我的价值观 我刚刚说过 我觉得所有时代都一个得限 这就是我的价值观 我觉得都得死 你要问我重要不重要 我觉得都不重要 在我真正的内心的想法里 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 在佛祖的价值体系里 对立的概念都不重要 您刚刚说放弃 对立的可能就是我想通了 但是在佛学的价值体系 我理解的是一件事 中道 讲中道 我同时是放弃 同时也是想通了 这就是我 这不也是一种自我欺骗吗 是啊 当然这被庸俗化的佛学更是这样 尤其是适合中国人这种 当然了 那没办法 你总得活着 怎么 你是哪有这么严峻 就把这个情况 好像我不接受这样的庸俗化的东西 我就不能活着一样 怎么可能 哪有这么严峻 哪有这么自己吓自己的 对我来说是挺严峻的 你要说对我来说是吧 那挺好的 你看我得到得到的更多的是快乐 嗯 就把自己理得要清楚吧 就得到更多的是快乐 就把自己理得要清楚吧 就得到更多的是快乐 嗯 你可以这么说吧 对对对 人是有这样的东西 那您对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或者说 我相信呢 改变世界这些事情 我还是相信吧 就是我当然不是浪漫抒情似的 那种那样的 不是 我觉得我们是很多 可能被很多伪知识分子给害了吧 知识分子是有很多问题 那商人没有很多问题吗 然后 不同的行业没有很多问题 都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们把 好像我们对这个行业 就特别 尤其苛刻吧 可能之前给他很多 道德期待吧 太苛刻了 因为只有知识分子行业 是最自省的人 当你批评他说他们是接受的 你批评其他人是没有的 你会不会殉道 我不会 我是想法主义者 那你想过以什么样的方式 结束生命 死在女人的身上吗 真是的 我骗你干嘛 我觉得这个就是知识分子和艺人的区别 就我这么想我也不能这么说 为什么呢 我不能 为什么不这么说 我不能说这样的话 为什么呢 就说会怎么样呢 会少赚很多钱 真的吗 真的 这么明显啊 真的真的 怪不得我赚到钱呢 一马 我终于知道原因了 你节目成这样了 我才不赚到钱 你有感觉应该好笑 就是不要说太多真话 你就是不要挑战大多数人 那我图什么呀 敢想不敢说的事 你要用包装的形式 我跟你我跟你说 那就很不了 不很累吗 我告诉你 也想说就是像刚这个 呃死在女人身上这个事 嗯 我把它变成一个段子 可以说 我就说了 我说哎我说李大 我有时候想死在别人身上 但是呢 我觉得我觉得我对可能是被那个女人打死的 就是随便管一下说个段子 就说了 大家就不会觉得啊 那其实我比你过得开心多了呀 嗯 某种某种某种意义上 对对对这个这个你可以这样说 但其实我也说了 我只能说我也说了 我该说的我其实都是说的 啊对我再教一个怎么不被人骂 刚说了一个死在女人身上那什么 其实女人这个词啊就有点油油腻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你相信我 我是做大众娱乐的 好吧 我是做大众娱乐 而且研究口语的 女人这个词首先 男的使用起来就会油腻 然后真的 尤其是一个您这个年纪的人 嗯 使用这个词 呃 虽然你是一个真诚天真 什么这样的人 但是隔了一个屏幕 观众一看就觉得 哎呀快看许这样 哎中年男人 知识分子怎么那么有恶心啊 嗯 但是他平时做的事 可能比比你过分的多 这就是大众 大就是大众娱乐 嗯 没人教你这些 嗯 在屏幕上不要真的不要 我再再再劝你一次 不要使用这个错 嗯 就也不要说死在女人身上 嗯 虽然是一个浪漫一个 其实不是坏事 是一个浪漫的一个 但是别人观感 观众屏幕一看 他就会觉得这人流氓 但是你但是你会担心这样的方式 比如太熟练了 你会真的是被完全规训了 你会散伤很多东西呢 哇 其实太难了 谁能把我规训了 嗯 所以没关系 不会的 太难了 嗯 但是但是我觉得我说说这些又有什么损伤呢 啊就赚不到钱 对赚不到钱 对啊我跟你说就是 你做自己可以 但你就赚不到钱 还是被人骂了 那以前的事就赚到钱了吗 对你来说 算了算了算了 嗯 我生活小数很低 什么时候你第一次意识到 我赚到一笔钱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拿到东方八天六头的税稿搞费吧 嗯 为什么能特别明显 因为发的是现金 多少钱呢 7000块钱 还在澳美实习的时候 能拿到手里7000块钱 一大钱 比如说你现在有概念吗 比如说我有多少钱 我就无所谓了 无所谓了 嗯 无所谓真的得几个亿 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呢 因为你要的是无所谓 你要是要的是好好活着什么的 嗯 那就都行 我觉得我现在就行 我觉得我现在的钱就够了 嗯 我就没事了 我就这样呗 而且我又不是不挣钱 嗯 对 但你要是想让我无所谓 嗯 我的无所谓可是得特别无所谓 那现在什么东西让你有所谓呢 就是需要几个亿来 来 这么多钱 比如呢 这都不能说了 这绝对不能说 好 来 你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 挺小就开始喝了 那某大人是不管孩子喝酒的 你是到底哪个起的呀 那个地方 我那个地儿没有原来 后来他们在草原上发现了烧剪 就是蒸馒头上的烧剪 然后我爸和我妈 就算是支援建设那种感觉 然后就都去了这地儿 那他们从哪去的 从西里河特 然后我爸他最后就在这个矿场当一个小领导 就是中层领导吧 嗯 你对那个矿 现在回忆起来对那个厂矿什么印象 那什么样的感觉 萧条 多少人 萧条很小 几千人 几千人 小的时候 小独立王国一样 独立王国 我是经历了矿场的最繁荣的时代 嗯 桃圆深处啊 我们是可以吃到新鲜海鲜的 就可能是东北那边这大雷 是不是这些运过去 真不知道哪来的 反正我们就能吃到 我小时候也是吃过见过 就是 祖长牛逼过 这 但是很快就萧条了 因为矿场开采特别快 嗯 那是经历过 就真的是大起大路 嗯 一开始是什么都有 我们小时候是 这种集体生活 我从小是上托儿所长大 就是爸爸妈妈要上班了 从小在托儿所长大的 嗯 厂矿的人 然后还有兵团的人 还有兵团 建设兵团 嗯 我楼上住的是 好像是个上海人 我不记得了 反正是有兵团的人 嗯 天南海北 就最后就变成狗笔人多 嗯 那是想干什么的 对自己 未来 我从来没有过梦想 嗯 从来没有过梦想 就下火 人是活出来的 不是想出来的 嗯 你去照着标准 去想 没用 只能活活着活着 自己就 但活在活在过程过程中 想是一刻不停的发生的 因为他们是并存的 对 哪有什么真的是活出来 纠偏 不停嘛 纠正嘛 你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人工智能活 你就是在跑嘛 你就拿自己这个在世界上跑 跑这个程序 嗯 跑出bug 修一学 跑一跑修一学 就这样 嗯 嗯 有没有一条 线索是一个纵向的 有某种标准存在 你想接近这个标准 有有有 但这个没给我带给 没给我带来什么好的下场 我对他人很好奇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很喜欢结交陌生的人 嗯 读书其实一回事嘛 嗯 最后我的思考成果是都一样 嗯 这个很难受的其实 包括我没有理想 没有目标是一样的 嗯 其实这个是一以贯之的 嗯 我觉得都那样 我就看我希望我的一生 能这样 就 这个其实挺可别的 人没有偶像很可别 我特别羡慕有那种 像你说你见到白仙勇 嗯 我很羡慕那种 激动啊那种 嗯 感觉我从来没有过 我可能见到佛祖有 但是也未必 我想一想 我可能见到佛祖也就是 也像咱俩这样坐着聊会儿天 嗯 你怎么想的呀 就出去那什么书底下坐那么多天啊 他可能说一对印度话我也听不懂 这可能就是结局 吴宗献呢 对你来说 很喜欢 嗯 为什么呢 小时候喜欢就是好笑 嗯 我作为观众喜欢就是好笑 我现在作为从业者回忆起来 为什么我那么喜欢吴宗献 嗯 其实他带给我的就是 嘻嘻哈哈说真话的感觉 嗯 我其实现在学的也是这种 那个对我真的挺震撼的 如果不嘻嘻哈哈说真话又怎么样呢 哈哈哈哈 你说能怎么样 哈哈哈哈 就是您这样被人光光骂 嗯 哈哈哈哈 对啊 嗯 你这么担心被别人骂吗 不是担心被别人骂 没必要觉得 两种 第一我要赚钱 我说这是 我不回避这 我要赚钱 第二 我就是我刚之前跟你说 人是为别人而活 我希望给人带来快乐 我不想给人添堵 我不是那种爱给人添堵的人 您可能是爱给人添堵的人 我给你添堵了吗 我给你添堵了吗 你给我没有啊 就是啊 我怎么会 你这样啊 我也抽象的人听你 你知道徐轩老师 你知道你怎么解救自己吗 嗯 你把咱们全国中国人啊 每人面谈一遍 大家都会喜欢这个 嗯 这个马屁拍的怎么样 一半吧 一半吧 终于拍到徐轩老师马屁了 拍一晚上 累死了 当面说你 用幽默的东西咔咔一笑 过去了 我其实现在做的也是这个 我觉得这就是开心 我觉得这就让我开心 我觉得这个是自由啊 镜头给了我自愈 你才给了我自愈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是在一个虚拟情境 嗯 我之前不是说要好几个亿干嘛 对 我现在有答案了 我就是想把自己全活出来 嗯 但那样很危险 我不想承担后果 嗯 摆平后果的 就用钱就可以 用钱就可以摆平一些后果 嗯 那我真的很少想一个问题 你钱能摆平什么事 太多了 嗯 有一些时刻会觉得自己活的不正义 什么时候你会这么觉得 怎么说呢 就看到有人还在坚持之类的 嗯 但很快就过去了 需要自我舒缓吗 我知道我做不了那样的人 嗯 我也不应该去做那样的 嗯 会觉得是一种自我放弃吗 会觉得 可能是 嗯 我加上班我就是受佛学影响很大 你什么时候开始看佛学这个 高中大学 嗯 他最开始带给我的真的是极大的痛苦 他让我看世界的角度啊什么 很多都是他在的 他麻醉的效果是后白才有的 嗯 用他们的话说叫修行 我经过了几年的修行 我终于得到了这个麻醉效果 所以我对他就不是很怀疑了 我觉得挺舒服的 谭子总是因为学了佛才训道的 是 他们认为那个是刚蒙精进的东西 对 但是现在人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东西 我还是对佛 就是所谓的佛家那套东西 我有很多很本能性的怀疑 而且我觉得这么年轻 太过分自洽 麻醉 质疑他的麻醉效果是什么 对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做这个节目了吗 我能理解 还是得处完 不能那样子 绝对不能那样子 人是社会动物 再说一遍 人就是为了别人活的 你一通分的自洽 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你就死了 本质问题 我是不相信充分的自洽 我不相信这个事情 没有自洽的也是这么奇怪 有 都是自我欺骗 那就是自我麻醉到之后才相信自洽 行 那你这么理解也行 我麻醉的挺好 就会觉得您麻醉的也挺好 您麻醉的还不好 您这自信 您这心态 因为我没跟你说那个心态 因为我没表现 那你是害怕吗 还是介意 还是不熟 不表现这个心态 欢愉的点不同吧 可能是 那有些 有些点让我特别欢愉 然后那一刻就彻底的 又是女人啊 不是女人 哈哈哈 我说的出来比女人更多对观众呢 崇高的 壮丽的 悲壮的 我那个东西是让我真正的陶醉 您真是一个年轻人 是啊 我还是少年的时候 我就很反感这种 那是吗 壮丽 我很讨厌崇高 我不喜欢站在那的人 我一定要把它弄下来 谢谢大家